那文文敏鳳 一條根對台灣的總統大選會有什麼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 就一下就過去了 那個一條根就是市面上賣的那個一條根 用起來也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那一下就一殺怪 那你可能對陳奕貞未來選立委比較有用 那就是這局限在金門嘛 對大局也沒有什麼影響 最主要就是說國民黨的這個誰出馬 目前三個人呢 代表的路線大家都很難揣測 都不一樣 那郭台銘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郭台銘有郭台銘的路線 大家也覺得他是不曉得是什麼樣的路線 然後這個侯友宜的路線又是另外一種 那朱立倫路線大家會比較覺得說 是清美的 所以你看這民進黨不管誰出來 民進黨的路線都是很固定的 就是台派嘛 就是不管是這個 今天當然都是賴清德 那你如果過去像有競爭的時候 鄭文策啊什麼東西 那大家也知道他在這個所謂的兩岸路線上面 都是固定的 可是就是國民黨這個政黨很奇怪 誰做總統候選人他的路線是不固定的 就是說這哪個總統候選人出來之後他的路線 大家就是覺得說這個朱立倫可能是清美的 那侯友宜 不曉得是什麼這個好好做事情路線的 然後那個郭台銘就是什麼國際貿易的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現在最懸疑的就是國民黨要推出什麼樣的人 那現在是說你現在國民黨很好笑 國民黨大家就是在過年之前呢 大家就是是侯友宜 大家覺得是侯友宜 可是過年的時候郭台銘非常非常的忙 東見西見 你知道有些人不願意見他 他就一早就開始叫那個司機八點半 就去人家家前面等他 真的喔 真的 然後劉洋偉那麼忙 然後也劉安偉一起去 然後劉洋偉就陪他們聊人半小時 劉洋偉就先走 然後留下來的人就跟郭台銘繼續講 然後就開始講講 然後這個約這個 這個約這個 然後也約那個 約到全世界都知道郭台銘 現在已經決定慎重考慮要選總統了 所以你說為什麼這個過完年之後 整個郭台銘的這個消息面 跟過年前完全不一樣 就因為他過年前實在是太忙了 都在忙這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他過年期間有在備戰 對 備戰 全面的備戰 然後有很多這個 很多人幫他出點子 然後也去叫了 柯文哲來聊天 然後也去叫王金平 然後也叫了一堆 他可能會覺得他選總統的時候 需要參考人馬 通通去人家有人不喜歡幫忙的 他也是強硬用車去接他 還派出劉揚偉去接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就是看郭台銘未來的動向 郭台銘要進去的時候 如果說他要選的話 唯一是進國民黨選 才是對國民黨有利 如果他出版 應該說郭台銘如果進去國民黨選 他的勝算也會比較高 對 然後如果你跟分裂出來 你跟這個柯建民 不是柯建民 柯文哲 柯文哲組同一組的時候 那就是保送賴清德 所以說其實民進黨很喜歡看這個局 但是這個局呢 所以民進黨熱見郭台銘跟柯文哲當第三方 對 但是問題是柯文哲很好笑啊 柯文哲去見郭台銘的時候 郭台銘又問他說你要不要選總統 柯文哲就說要啊 那郭台銘說那你覺得你選得上嗎 柯文哲就說我選不上 不會啊 宋楚瑜當年選了很多次 難道宋楚瑜不知道他選不上嗎 但是宋楚瑜選舉他有他戰略上 要護送的是不分區的席次啊 就是他的選總統 是為了卡立法院的席次啊 我覺得柯文哲是這個邏輯跟盤算很合理啊 內部的盤算是這樣 但是當郭台銘問你的時候 你那麼坦白 真的也是也是夠喬的啦 那你選不上 那我跟你選幹嘛 你就選不上嘛 那所以說我覺得現在目前為止 郭台銘還是想盡辦法去回到國民黨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本來就是 那國民黨就有人傳出來說 有人在拉他回去了嘛 對 所以四年前的榮譽黨政 真的佔印一張就可以班師回草了 榮譽黨已經用過了 佔印一張就好了 彩色印刷很容易啊 對 沒有錯 但是現在因為剛好有同舟計畫 同舟計畫現在就是牽動到國民黨的一些這個浮動 就是說本來大家覺得都是猴友誼嘛 朱立倫好像也看破 他自己要做總教練 可是突然有郭台銘這張牌的時候 他回來說就不是有個叫郭朱沛的 的傳聞嗎 那這個為什麼重要呢 重要的是因為現在的黨主席是朱立倫 朱立倫如果用同舟計畫的話 他就可以把郭台銘弄進去了 那這個東西過程就非常簡單了 那朱立倫呢就不是說他是這個做了黨主席 或是總教練而已 他就變成可以至少有副總統 那副總統他未來是不是可以再兼個黨主席 或是兼黨主席再兼個行政院長等等 這些事情呢他就變成說朱立倫在這個2024 就變成更有角色了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對朱立倫 而且郭台銘沒有政治班底 所以呢到時候的執政跟政治班底 可能要大量借用朱立倫的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這可能也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而且對郭台銘也是划算的 因為朱立倫是少數 這個大家認為是國民黨內少數的親美派 所以對於郭台銘如果跟朱立倫配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會減低美國跟這個 美國對於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壓力 所以這個東西這個郭朱配這個事情呢 對於這個到底運作會不會成功 這大概是目前是2024觀戰 最重要的一個一個點 可是真的有人在運作 對有人在運作 就是因為郭台銘起心動念 但是郭台銘的做生意是很決絕沒有錯啊 就是決斷力很強 可是他做這個政治呢 就是當然也換了政治幕僚 然後這個過年時間也很忙 再找人談不同的方案 譬如說他譬如說他 人家就確實說如果你只是捐BNT 是不夠選的 我就碰到一個律師 律師是說他錢那麼多 我們幫他銷業帳是應該的啊 他買BNT 不可以選總統嗎 不夠啊 所以呢 他又要去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什麼日本的什麼 松下合作什麼的 講座怎樣 一大堆有的沒有 所以說 郭台銘真的就是很有趣 他又這種假動作 我不是說他假動作 我只是說 他在目前在醞釀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動作就很多 可是你到底會不會從到2019年 弄了半天之後 像佩芬姐說 吃飯吃到一半 宣明志請他們吃飯吃到一半 郭台銘就不選了 那你會不會假動作也搞一大堆之後 還是原來回到原點 就是說你後來還是不選了 這東西還是有一個選面 那如果這樣子他最後不選了 朱立倫現在用郭台銘來卡侯友誼 然後到時候呢 事實上侯友誼也被卡走了 那搞不好朱立倫就當家掌權啦 對但是問題是朱立倫的 這個反彈力又會比較大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 國民黨這一屆如果沒有 因為有郭台銘 郭台銘的民調是跟侯友誼 是差不多的 他輸一點 那他覺得 對國民黨來講是說 這還可以用郭台銘 郭朱沛還可以打贏民進黨 可是如果你是朱立倫 你現在民調沒有再拉起來的時候 所以他一直在等 南投那一戰啊 3月4號 看能不能再打贏一下 他的民調可以再往上拉一點 然後如果侯友誼 再往下跌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拉到平衡嘛 可是這個東西 到底會不會達到 就是一個懸念了啦 所以說如果你基本上 郭台銘這一局不參加的時候 如果侯跟朱的話 還是要比民調啦 我覺得大部分的國民黨人 這次想要奪回政權的這個野心 不是野心 就是說企圖心很大啊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這樣子嘛 就是說再野八年就會很痛苦 就像民進黨當年 再野八年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就是會特別的團結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這個目前就看 郭的動向到底是怎麼樣 那柯文哲 柯文哲 因為那個吳子嘉董事長 有透露過這個所謂 柯文哲只要行政院長嘛 那其實這個也是 見郭台銘的時候講出來的 就是那郭台銘說 那你到底要什麼 他說做行政院長不錯啊 那既然 既然柯文哲 那你現在講到一個劇本了 對 郭朱沛然後柯文哲去卡行政院長 對這個就是說 整體非綠的整合的一個交易的條件 已經基本上有一個成型了 等等那國民黨其他的人 也不是吃素的啊 又不能當總統 又不能當行政院長 我幹嘛輔選 可是問一下 沒有人在幫別人養老婆養小孩的啊 對啊 可是問一下行政院長 可能當不了幾年啊 當時上 行政院長又短命的 對 史上最長的行政院長 就是蘇貞昌而已啊 對不對 那其他的行政院長 大概就當一兩年 其實是還有很多很多機會的 那只是說你這個局 那這樣划算喔 如果把柯文哲騙一騙 騙到一點票 跟一點政治能量 然後呢 而這個一年半再來 三個月把他踢走 就有可能啊 那踢划算的喔 柯文哲也挺划算的 柯文哲也知道他總統選不上 他只要立委的席次啊 對 所以說 這個交易聽起來都很美好啦 這個就是做一場 是不是美夢 我就不曉得 目前國民黨做美夢就是這樣 反正我這個就像很多人 議員就在上面講了 我們這次一定要像 2022年的九合一樣 唯一目標就是要把民進黨 拉下台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 整個這個所謂 總統大學裡面的一個變局嘛 那你說賴清德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是今天要開這個中指會 要開除一些人 不會開除一些人 要把一些人送中評委 然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先處理邱莉莉他們嘛 對 台南的這一個議長會選案 先聽權 對這基本動作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服務院黨的這個禮拜三的中午的 例行會要恢復了 這個我們之前就在節目講過 如果你是這樣子分配的時候 你這個服務院黨不密切這個契合 或是溝通的話 那你未來總統候選人就變脫節了 這個東西會很糟糕 所以說我覺得服務院黨這個 這個中午的這個會議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未來三方溝通這個政策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做對於整個選舉才有利 這個是很關鍵的事情